新竹市将于4月开始征收使用牌照税,缴纳期间为4月1日至4月30日。 为了鼓励民众活用行动支付与线上缴税等方式,市府也特别推出一化缴税GEO便利、抽奖活动,让民众有机会抽中万元商品券,无需任何登录程序。 新竹市市长高洪安强调,智慧科技已经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一化缴税也提升了税务服务的便利性。 他还表示税务局将积极推广这项服务,使市民可以不用出门,也能透过网络或行动装置轻松完成缴税。 税务局长苏卫方补充,为了鼓励民众缴纳113年使用牌照税,透过行动支付或扫描缴款书上的QR Code, 他们举办这次的抽奖活动,缴纳税益的市民有机能抽中1万元商品券,还有10位有机会抽中1000元商品券,以及80位可抽到500元商品券。 至于那些尚未收到或遗失税单的民众,只要税额在3万元以下,他们就可以在开征期间利用自然人凭证,以注册健保卡,行动自然人凭证或者输入车号与身份证字号或统一编号, 透过便利商店的多媒体击查询列印缴纳单,或是在地方税网络申报作业上进行线上查缴。 为避免牌照税单的漏售或漏缴情况,新竹市税务局还鼓励车主可以申请牌照税归户,车主可以申请将同一线市内所有车辆的牌照税缴款书,或转账缴纳通知,归于同一户,每张缴款书最多可归户无比车级。 如有疑问,请拨打0800000321-1999市民服务专线或浏览税务局网站询问。